有一天晚餐的时候 母亲觉得序里亚的面色比平常更加差 她就说了 序里亚,你是否不舒服啊 跟着又对着丈夫说了 序里亚都不知怎样的 你看她的面青到 序里亚,你怎样啊 说的时候显得很优秀 父亲向序里亚看一看 她这样说 就算是有病啊 都是她自己自作自受啊 她以前用功读书的时候 都不是这样的 跟着她妈妈说 哎呀,但是这样啊,你啊 这个是不是因为有病的缘故呢 爸爸听妈妈这样说就回答 哎呀,我都不理她了 序里亚听了之后 哎呀,父亲 我没有你的爱是不能生存的 不论怎样都好 你不要这样说啊 我都是说出来的 我不再隐瞒你了 只要你再爱我 不论怎样都好 我一定会像以前那样用功 啊,这一次我一定下定决心 把真相说出来 序里亚的决心 序里亚的决心是屠然的 因为夜晚已经成为了习惯 又她又起了身 起了之后 她就想起几个月来 工作的地方 她打算做最后一次 她进去点了灯 看到桌上面的空白的纸条 她觉得从此不再写 有点难过 她就情不自禁 又拿起不离 又开始帮爸爸写 忽然间她的手动一动 把一刹书碰掉落地下 那时她全身的血液 哇,好像绷紧了 突然间好像流到她的心口那里 一样 她在想 如果爸爸醒了之后怎么办 这个原本不算是一件坏事 其实发现了都不要紧 自己本来就想和爸爸讲清楚 但是如果爸爸现在醒了 我走了过来 被她看见了 妈妈一定会很害怕 妈妈一定会很震惊 而爸爸对于自己这几个月 这样对待我的态度 他不知道会不会觉得 很后悔很惭愧呢 那时敘利亚心头千头万碎 好混乱 那一刻令到 那一刻令到 敘利亚很紧张 好焦虑 不知怎么算好 她折一折着耳朵 压抑住呼吸 静静地听 她发现没有什么响声 整家人都睡得很熟 那才放心继续重新工作 她听到门外有巡警的皮箱声 还有漸漸远远去的马车提轮声 过了一阵又有火车的声音经过 自此之后一切回归直静 只是有时听到远处有些狗吠声 敘利亚震不疾舍 笔尖的声音咫咫 这样传到自己的耳朵里面 其实那个时候 敘利亚的父亲早已站在她的背后 父亲从书策跌落地下的时候 已经惊醒了 她等待了很久 那个货车通过的声音 将父亲开房门的声音掩盖了 现在父亲已经来到书房 她斑白的头发 就伏在敘利亚小小的黑头发那头的上面 她看着降北的运动 父亲知道发生什么事 她对从前的一切都仿然大悟 空中心里面充满着无限的懊悔和恥爱 她只是看着敘利亚的筆 站在那儿不动 敘利亚忽然觉得有人用战斗的双手 握着她的手腕 抱着她的头 她经不觉地 不知不觉地 插了一声出来 她慢慢听到的是 爸爸的绝音声音 跟着她对着爸爸说 爸爸 请你原谅我 请你原谅我 父亲流着泪 爱着她的儿子的臉 敘利亚 反倒是你要原谅爸爸 明白了 明白了 一切都明白了 我真是对你不住 你快点起床 不要再舍了 她跟着 抱起她的儿子 去到妈妈的床前 把儿子交到妈妈那里 妈妈 你快点疼一下这个儿子 真是可怜 她三个月 竟然都没睡过觉 为一家人去到劳动工作 我还懂得这样在那儿 只懂得骂他 妈妈抱着爱子 几乎 什么都说不出来 宝贝 快点去睡吧 又对着爸爸说 你陪她一起进去睡吧 父亲从母亲的怀里 抱起了敘利亚 带她去到睡房那里 让她躺下 帮她弄好枕头 蓋上皮 敘利亚说了好几次 爸爸 多谢你 你快点去睡吧 我已经好了 没事了 你快点去睡吧 父亲 父亲仍然 在敘利亚的床边 抓住儿子的手 等到她慢慢復熟睡 她在旁边这样说 宝贝 你好好地睡 好地休息一下 敘利亚 因为太过疲劳 就睡着了 几个月以来 到今天她才可以好好地睡一觉 早晨醒来 太阳已经很高了 忽然发现床边 靠近自己 空暴的地方 原来是爸爸的头 充满白发的头 是挨了 在她自己的胸部 爸爸昨晚就这样睡着了